里哈娃 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退市 继上次说完上市之后 关于退市的呼声就很高了 你说提到退市 小伙伴们想到的是什么呢 好 说滴滴 上市半年之后就宣告退市 成为史上退市最快的品 罪性咖啡造假 从纳斯达克退市 乐视宣布退市 听着好像感觉都是挺不好的事 退市到底究竟是什么 公司为什么要退市 退市之后公司这股票真的就飞了吗 对了 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市 这些退市的公司 现在到底都怎么样了呢 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 跟退市相关的那些事 首先退市是什么 英文叫D-listing 就说白了大众之后 就没有办法在公开市场上 去买卖这个股票了 你想上市就一个公司 都大张旗鼓的各种正面宣传 但你有没有感觉到退市 一般都是悄悶声的 一旦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要么是有什么造假丑闻 反正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经常退市就会给大家一种 这个公司快不行了的印象 但其实退市可以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自愿退市 一类叫D自愿退市 或者叫强制退市 这两者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 不过小林最近还总结出了第三类 就是强制的自愿退市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你说我们之前讲上市的时候 说上市那么好 又可以圈钱 又可以套现 又无限的风光 那为什么有些公司会选择自愿退市呢 这就说到了 上市除了那么多好处之外 它还有它的成本 对不对 那很多公司退市 就是因为这些成本 我们之前说 它除了时间金钱 上市之后 还有各种管理维护的成本 最重要的一个成本 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个隐性成本 就是这个公司容易被短期利益绑架 你想这个公司每个季度 每年都要发财报 管理层肯定不希望 任何一个财报不好看 财报一不好看 大家对它的预期就会不好 股票就会下跌 但是你想如果一个公司 它现在想下一盘大棋 比如说它想投入到一个高风险 但是未来收入也可能会很高的项目 或者是开展一些新型的业务模式 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短期都是看不到回报的 它下个季度的财报 就一定会很难看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我既可以开展一些新的业务 为我长期的发展考虑 同时又不用受短期的利益牵制 或者受舆论绑架呢 这不就说到了 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就是可以退市 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花钱把市场上公开流通的这些股份 都给收回来 就把自己就变成一个私有公司了 我有什么新的决策 我也不用给大众汇报了 对吧 我也不用给大众解释了 不用说那么多 所以一般资源推市呢 还有一种叫法 就叫私有化 其实这种公司私有化的例子有很多 我给大家举个耳熟能详的 就是那个戴尔电脑 卖电脑的 其实戴尔1988年很早就上市了 然后一直就是卖私人电脑 直到2013年的时候 Michael Dell就是他的创始人 发现那时候像平板电脑 手机对私人电脑的业务冲击很大 2012年他们业绩下滑了7% 已经连续7个季度 miss projection 就是没有达到预期 有点卖不下去了 所以当时戴尔就想 我现在需要一些时间 对吧 我可能要对公司的业务 去有一个重组 或者一个改造 但这样一方面投入很大 另一方面这投进的钱 也不一定就能激起什么水花 短期收入可能还会下降 股价也会波动 所以当时呢 Michael Dell就想把戴尔给私有化 这样好方便他去 为戴尔的长期拓展 去有一些改动 我们之前讲上市的时候 要跟大众去融资 那如果我要退市或者私有化 就是我得把这些钱 再还给大众 然后从公开市场上 把大众的股票给买回来 那我需要什么 需要基金 所以当时呢 他也是找到了一个 很大的私募公司 叫Silver Lake Partners 两个人一起把戴尔给弄退市了 那时候戴尔的市值 差不多是250亿美金 也是那时候最大的 一个私有化的案例 其实私有化一开始呢 戴尔也没有找到 什么特别好的方向 就还是在这卖电脑 到底卖的怎么样呢 因为他是私有公司 我们是拿不到他的数据的 但是呢 美国就有媒体报道 说2013年他退市的时候 那一年他的盈利 还是24亿美金 但是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亏12亿美金了 所以那两年 你想他的日子 肯定也不好过 但他现在是私有化了 对吧 所以他其实可以 屏蔽掉外界那些 不必要的舆论的杂音 我就focus在找到 我新的业务方向 直到2015年的时候 这个新方向 终于让戴尔给找到了 当时呢 他就看好了一家 叫做EMC的公司 这EMC是做什么 做那种给企业服务的 云计算数据存储这块 戴尔就觉得呢 这个未来是有前景的 那你想啊 EMC在软件方面 在企业罪案方面很厉害 那我戴尔卖电脑的 我硬件方面很厉害 同时都在市场上有知名度 那我们俩这么一结合 就是强强连手 戴尔就决定要收购EMC 来一个业务上的大正 虽然说是收购 但其实那时候EMC的市值 比戴尔还高 有450亿美金 所以戴尔又借了很多外债 算是把这个EMC给买下来了 事实也确实证明 这个眼光是对的 就在之后 戴尔的整个收入里面 做人卖电脑 其实也就没什么大波动 还是那么样 但是呢 企业服务这块呢 从15年到18年 这部分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而且在这个并购案里边 值得注意的一点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 这个被收购的EMC 它虽然是个私有公司 但是它持股80% 一个上市公司 叫做VMware 所以当戴尔收购了 这个EMC之后呢 它就相当于控制了 一个上市公司 80%的股权 记得咱们当时 讲上市的时候 有一种上市方法叫什么 叫借壳上市 或者叫反向收购 戴尔既然控制了 这个已经上市的VMware 相当于它有了这么个壳 也就是说 等它想上市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这么个操作 果不其然 18年年初的时候 戴尔就宣布 要进行一个反向收购 然后再次上市 在18年底的时候 就顺利完成了 这个并购反向收购 这听着可能有点复杂 我们简化 你可以想象成这样 就是戴尔它是个男的 然后他娶了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叫EMC 这个老婆呢 是个二婚 之前就有个儿子 儿子叫VMware 这儿子很出息 这儿子是上市公司 那既然戴尔和EMC结婚了 大家就都是一家人了 对吧 那这个爸爸呢 就可以借着这个 很出息的儿子 也完成一个借壳上市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感觉说的好像更复杂了 你再理解一下 所以你看 戴尔的私有化 算是相当成功 甚至被福布斯评为 叫做Deal of the Century 就是世纪大案 首先肯定是大对吧 你想戴尔加上EMC 加在一起 当然这并购案的市值 是670亿美金 在IT界 那就数一数二的 并且跟EMC合并之后 两个人有这个协同作用 相当于帮助戴尔 就起死回生了 而且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言 就是对戴尔的创始人 Michael Dell本人来讲 他当时2013年 把戴尔私有化的时候 他在戴尔的股份价值 是38亿美金 拥有15%的控制权 私有化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拿了一些钱 进去就去公开市场 买股票 之后在收购EMC的时候 他也是靠着借债 所以股权也没有被稀释 2018年再次上市的时候 Michael Dell在戴尔的价值 已经达到了320亿美金 持有一半的股票 和接近75%的投票权 所以你看这么 一进一出 自己的身价一下翻了10倍 你看这就是退市的作用 他可以让Michael Dell 带着整个公司 潜心钻研 就关小黑屋里 好好自己研究业务 看怎么样能有更好的发展 等我整好了 我再用IG出来 焕然一新 身价暴涨 像这种为了避免 短期利益绑架的例子 其实还有很多 就比如说2018年8月的时候 Elon Musk 我们又说到Tesla 他就发了一个Twitter 说我在考虑 以420美金的价格 把特斯拉给私有化 他当时就说 他想私有化的最大原因 就是一个公开公司 老得发财报 老得受这些股价的影响 就很烦 而且特斯拉 还有很多做空的公司 就有很多人去攻击他 有很多负面的新闻 就影响特斯拉的长期发展 所以他就考虑说 我想把Tesla给私有化 虽然最后 因为投资人的持股要求 加上当时Model 3 正要考虑面试 当时特斯拉就没退市 但是你能看到 这些领导人 其实他们脑子里 都有这种想法 我们之所以知道Elon Musk 是因为Elon Musk 很爱发Twitter 所以咱能看见 但其实有这个想法 最后没私有化的例子 他发Twitter的时候 特斯拉的股价 大概是在350左右 他说他要以420私有化 你看这中间 是有一个很大的溢价 他发Twitter的第二天 特斯拉的股票 就一下涨了百分之六点几 所以当一个公司 他想自愿退市私有化的时候 一般都会付给股东 一个premium 就是价格的溢价 因为你想他要是给的价钱 比你现在持股 那价格还低 就没人愿意卖了 对吧 对股票持有者 至少是对于散户来讲 自愿的私有化 一般都是个好事 因为股票就涨了嘛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例子 其实是公司 他从自己的角度 他有私有化的打算 然后他找到了资本 比如说那些PE 就私募 或者是一些投资公司 当然反过来 也可以有资本主导性的 也就是说资本 我看上了你这个公司 觉得你的公司估值 可能有点低 我如果把你买下来 经过一番捞翅 比如说我可以对你 进行一个成本缩减 我可以帮你推广全球化 让你公司价值上升 我再把它转手卖了 或者再把它弄上市了 从中间赚一笔 这种有资本主导性 它就更像一个 一级市场的资本游戏 相当于资本 把它买断了退市 一般英文就叫buyout 这个其实也是 自愿退市里边 更常见的一种形式 你就看有一些公司 在资本的操作下 进进出出 给大家讲一个 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就是你吃过汉堡王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司 就一会上市 一会退市 再上市 再退市 再上市 就经过了好几个资本 给它一顿折腾 因为这种餐饮业 尤其是快餐 其实它的商业模式 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种成熟的产业 发展到后期 什么产品 模式 也都摸得差不多了 主要就是一些 运营效率上面的优化 都没有什么创始人 什么事 就是一帮资本 在里边一吞刀吃 其实不光是burger king 就是我们看到的 那些大的连锁品牌 快餐 到最后 其实都是资本的游戏 burger king到了20世纪的后期 就已经非常资本化了 2006年的时候 在高盛 贝恩Capital 还有几个资本的大力协助下 成功在纽交所就上市了 上市之后呢 burger king其实经历了 一段低谷期 就它市场营销也比较萎靡 业绩也比较一般 之前投资的那个大股东 私募公司 他就觉得 反正也上市了嘛 就想脱手 就是击鼓传花嘛 他就开始想给 这个burger king找个下架 于是呢 就联系到了一家 叫做3G Capital 3G Capital的一个 巴西的投资公司 简单介绍一下3G Capital 大家可能听说的不是很多 但是你可能听说 很多啤酒品牌 比如说百威啊 什么corona啊 Stella这些 他们其实都是3G 捣腾出来的 然后在消费品行业 也非常善于搞 兼并收购和运营方面的优化 08年的时候呢 就在欧洲并购了两个酒厂 就是这个A什么玩意 和这个InBip 后来呢 又陆陆续续收购了 很多其他的品牌 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啤酒制造商 我们说回来burger king 3G当时看着burger king 就觉得业绩 确实一般 但是呢 他对这个品牌价值是有认可 所以就想 既然我是这个行业的翘楚 那不如让我买过来捣吃一下吧 就花了40亿美金 这里边有12亿 是他自己出的现金 然后又借了28亿的债 就把burger king给买下来了 私有花了 收购之后呢 就利用他们的经验啊 开始对burger king 进行大刀扩斧的改造 首先第一 就是burger king一开始 是一个自由品牌 他们就觉得 应该弄成一个连锁店 弄成个加盟店的业务 然后能扩大迅速扩大 品牌的规模和影响力 去跟麦当劳抗衡 第二就是在营销上 主推他们的一个拳头产品 whopper 就中文叫黄宝 比如说他们赞助 superbow的广告 就找一个大明星 就吃那个汉堡 而且他们推出了一个camping 就一个活动 你只要在麦当劳门店 600 feet的范围内 拿burger king的app 点这个黄宝 就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点 你说这不是明摆 是跟麦当劳抢生意吗 这么一顿操作下来 两年之后 就让burger king的业绩和影响力 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那对于3G来讲 下一步就是把burger king 再弄上市 这样市值就可以更高了 所以当时他们就找到了 另一个资本市场的大佬 叫做Bill Ackman 搞了一个spack 又借壳上市 关于spack如果想了解 之前上市的那个视频 我们也讲过 好我们接着回来说 这还没完 这才一进一出对吧 3G觉得burger king还有潜力 他就又开始用他的老策略 就是国际化 他看好了加拿大的一个 咖啡连锁品牌 叫Teamportons 然后就想把burger king 和这个加拿大的品牌给合并 你想要合并吧 另一个又是个加拿大的品牌 所以3G又把这个burger king 从纽交所又给弄退市了 合并完之后 叫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这个新的公司 又在多伦多和纽交所都上市了 到2019年的时候 这个新的合并公司的股价 又翻了一番 市值已经达到了300亿美金 所以这个3G呢 经过了四五年的折腾 出进出进 把burger king 从一个卖汉堡的品牌 变成了一个北美汉堡加咖啡 有了一个快餐连锁大亨 现在已经超过了7000多家门店 3G自己这边呢 也从最开始的12亿现金的投入 变到了现在价值的220亿 整整翻了20倍 而且补充一下 3G在把burger king下架 又跟加拿大那个品牌 合并的这个Dio里头 他还拉上了著名的股神巴菲特 因为我们知道巴菲特 很喜欢投这种消费品行业的Dio 巴菲特和3G 这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在13年的时候 他俩就一起把一个亨市 就是卖番茄酱的那个品牌 联合给私有化了 然后15年的时候 又和一个上市公司卡夫 就我们都知道那个食品品牌 给合并了 就相当于 这公司又变成上市公司了 所以你看 这种成熟产业里头 就是一堆大佬 在那儿你进进出出 买买买卖卖 就反正还挺有意思的 但你看这些资本的介入 私有化 其实只是中间的第一步 后面肯定是要 它再价值上升 要么再上市 要么是以其他方式去退出 所以有些人就问了 你说这些公司退市之后 它还能不能再上市呢 那答案你看 肯定是能 而且很多公司退市 就是为了导致导致再上市 理论上 私有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当这个股价 已经跌到很低 甚至低于管理层觉得 比这个公司的资产价值 还低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股票 给买回来 因为更便宜了 就比如说 国内早年有一些上市公司 现在业务可能 已经不是特别好了 但是呢 它在早期买了很多房产 现在这个公司的主要资产 就是房子 房价一涨之后 公司的资产价格就涨了 甚至可能 房价的那个价值 比股票算出来的那个市值价格都高 就是房子变卖了 都比股票值钱 那这种情况下 只要公司愿意 它是可以 以这个市场上比较低的价格 把股票给收回来 但是因为这个情况 私有化其实 在理论上还存在 但是现实生活中 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当公司股价比较低的时候 公司可以不私有化 全都买回来 很常见的情况 是如果公司手里有现金 我可以买回来一部分股票 就叫share buyback 就是股票回购 关于回购 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个例子 就是苹果公司 我们都让苹果公司有钱 这十年来 它一共花了四千多亿美金 回购自己的股票 是美股里边回购最多的公司 股票回购是一个 给市场和投资人 注入信心的一阵强心剂 你想公司都愿意 自己花钱 把股票给买回来 那肯定一方面 说明这个公司现金流非常充足 就是有钱 另一方面呢 也说明这个价格买回来 那肯定是值的 不过啊 有经济学家的数据统计就表明 其实公司 他也搞不准 自己这股价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了 但是他在市场上 一搞这么股票回购 确实是展现出来 他非常的决断又信心 所以你看苹果的市值 一度达到了三万亿美金 除了业绩好 现金充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这个大规模的股票回购 让市场对他的信心 非常紧 你看我们刚刚上面讲的 资源退市的情况 原因各不相同 有的是公司为了长期发展 公司层面主导的 有的是资本主导的 有的是管理层回购主导的 但不管哪一种情况吧 都是公司自己想要这么做的 一般股价也会上涨 所以说对于散户来讲 都是个好事 有资源退市 就有非资源退市 这个非资源 一听就是自己不情愿的 所以一般都不太好 不过这里边 有一些是自己迫不得已 还有一些纯粹属于自己作死 非资源退市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 你想这股票上到市场上 是要公开交易的 证监会和交易所为了保障 大众不要承担过多的风险 就会对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 有要求 一旦业绩不行了 达不到要求 就说明你风险太大了 不适合公开交易了 交易所或证监会 就会强制你退市 一般会有一系列的指标 最常见的跟经营相关的 比如说利润 比如说国内A股 两年亏损 那个代码就会打到ST 三年亏损 就是星号ST 再往后还不行 对不起直接要进入退市的流程 再比如说像纳斯达克纽交所 我们经常听说一个叫做 one dollar rule 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的股票 持续30天都在一美金以下 那你就会收到一个退市的警告 然后90天你还整顿不好 那对不起你也要退市了 其实每个不同的交易所 就类似相关的规则 都是跟经营状况相关的 你说一般一个公司 经营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们听说就是 每个公司要破产了 那你说破产和退市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是不是说一个公司 申请破产保护了 他就一定要退市呢 破产相关的概念和细节 其实还挺多的 而且它涉及到法律就比较复杂 每个国家地区也都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比较主流 可以分两大类 一类叫破产清算 另一类叫破产重组 那如果是破产清算的情况 你想都清算了 就相当于这个公司不干了 关门了散伙了解散了 资产都变卖了 房子地什么都卖了 然后就还给这些债权人 那如果你持有这个公司股票 基本上大概率到后面 就啥也不剩了 另一种情况叫破产重组 可能因为短期现金流周转那些原因 就比如说疫情的时候 美国很多的零售商 都申请了破产重组 但是持续来讲 我还是有经营能力的 我还是可以赚钱 之后还有可能把这些债再还上 我就可以申请一个破产重组 把这个债务 比如说店铺租金我还不上 那我之前不交了 这期的短期债我还不上 我跟你商量商量 可以之后还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这种情况下 也不是说这个公司 一申请破产保护 申请破产重组 它就一定要退市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一旦公司它申请破产重组 说明它也经营状况不太好 市场对它的信心就会大减 当它跌跌跌跌 一直处在一个特别低位的时候 交易所可能也会觉得 你不太适合公开交易了 就会强制你退市 就比如说美国疫情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大连锁商场 叫JCPenney 它就申请了破产重组 然后就退市了 之后那股票代码后面 就会加一个Q 但是只要这个公司还在经营 没有清算 即使是退市了 它也是可以股票进行交易的 大多数情况下 会转到场外市场 就是OTC over the counter 比如说我们听说什么 本单市场 Pink sheet 就是感觉那种垃圾股 什么的那种市场交易 那这个股票 其实也是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 就比如说 我们经常听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瑞幸咖啡 不过瑞幸不是因为 业绩经营的问题 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财务造假 来你看我们的转场非常顺利 就说到了非资源退市的 第二类就是财务造假 财务造假 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 不守规矩 那我肯定不能让你在市场上交易了 对吧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 是2020年被爆出来的 一开始还不承认 然后介入调查 最后发现只包不住火了 承认吧 在2020年5月底的时候 就被大斯达克勒令退市 这种强制退市 一般就会定一个时间点 说好了 这天这天 这个股票就退市 停止在公开市场交易了 所以在这之前 如果你持有股票 你还是可以卖的 如果说你不卖 那也没关系 就之后转到一个场外市场去交易 就比如说Pinksheet 粉单市场 在粉单市场呢 它的流动性就会变差 有的时候会规定 每周只有周几周几周几可以交易 所以你看 一般强制退市 股票肯定都 往下跌 但是呢 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假设你觉得 这个股票 公司未来有可能会 起死回生 重振起股 那现在这股票都跌的 这么点钱了 卖了也拿不回来多少钱 那我还不如就 拿在手里得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 好 接着回来说瑞幸咖啡 怎么样了呢 瑞幸咖啡 其实在它最鼎盛的时候 股价都达到了50多 被勒令退市的时候 一下跌到了不到两块钱 但在它退市的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在粉单市场 涨幅已经达到了500%多 然后他们自己也表示 也在积极地做准备 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主板 首先业务方面 瑞幸咖啡虽然是退市了 但是像我们刚刚说 那个破产重组的情况 它还是在继续运营 一方面继续开店 另一方面给领导班大换血 业绩呢也有所反弹 另一方面面对造假 首先承认错误的态度 是相当的好 老老实实的 把19年的财报重新提交了 20年也是按照要求 按时提交 造假嘛 那这SEC证监会 肯定要对它进行罚款 在20年底的时候 瑞幸就对外宣布了 已经跟SEC达成和解 交了差不多12亿人民币的罚款 另外呢 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 瑞幸咖啡也申请了破产重组 你别提提破产重组 就觉得它不行了 其实这是个好事 就是它希望跟债权人 也能达成和解 如果债权人这边也觉得它OK了 不追究它责任了 那瑞幸咖啡 还是有可能再重新回到主板 所以你看 它各方面都表现这么好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重新上市 非资源退市的第三种情况 就是因为法律要求 就比如说 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 特朗普在卸任前的前几天 就公开表示说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这三大通信股 跟中国军方有联系 所以就不能在美国上市 就勒令这三大通信股 从美国退市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雷声大 有点小 你听着好像感觉这个新闻很大 三大公司要退市了 但其实这三大运营商 在美国上市部分的市值 其实没有很多 加起来才不到200亿人民币 在这三个公司的总股份里边 只占2.2% 所以这个摘牌退市 对公司运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这边从美国一退市 另一边就在A股和港股 就都重新上市 我们说到退市再上市 你是不是想到了一个名字 没错 第二就是滴滴 这就是小林总结的第三类 叫做强制自愿退市 因为从自愿和非自愿 这个分类来讲 滴滴是属于自愿退市的 但是这里边确实有一些强制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成 强制自愿退市 这也是史上最快的 上市到退市的记录 从6月30号上市 不到半年 12月3号就宣布 要从美股退市 启动党股上市的流程 滴滴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 ADS的形式 就叫American Depository Share 你可以理解成有一个银行 它把买了滴滴的股票 它在中间经过一系列操作 以ADS的形式挂到纽交所 这样美股的投资人 就可以在纽交所进行公开买卖了 其实大多数在美国上市的海外公司 都是通过这种形式操作 所以对于滴滴这次来讲 它首先得在港交所上市 然后把这些ADS从纽交所摘牌 然后以一定的协议转到港交所这边 所以如果说你持有这个ADS 就持有滴滴的美股 但是不卖 相当于你从美股的投资人转成了港股的投资 好 经过这么多精彩的案例 退市我们就说差不多了 总结一下 有资源退市 有非资源退市 或者叫强制退市 还有小林总结出来的这种强制资源退市 你看一个简简单单的退市 背后其实还有挺多名堂的 就像我们之前讲上市的时候 其实不是所有公司一上市 就都那么的光鲜亮丽 退市也不像大家想象的 就那么前途暗淡凄惨 尤其是资源退市里边在很多私募或者资本的推动下 其实退市是这些资方 他们众多武器库里边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 小林也是希望借着今天这个视频和上次我们讲的上市 这样我们对这个一级市场里边的运作和操作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也希望你都听明白了 对于公司和投资人都不尽相同 不尽相同的意思就是有很大不同 因为不尽相同有些人以为是相同 这段录完咱们可以吃一段冰烤红薯怎么样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